朋友们好,我是老简官世界 朋友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 趁你病要你命,庆祝医院病人突破四万大关 朋友们,这个说起趁你病要你命呢 也许这个话有些过分 但是我们民间就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叫做钱钱钱命相连 那么在我们这个医疗制度里 那么这个钱的重要性显得非常的重要 要是你生了病没有钱的话 那么你就不能上医院去看病 那么小病就要拖成大病 大病也许就会导致你死亡 所以说这个钱钱钱命相连 这个民间流传的这个话呢 它是不无有道理的 这个庆祝医院病人突破四万大关 这个是一个医院门口的一幅大幅的标语 大幅的横幅 那么我们说这个写这幅横幅的人啊 也许他的思想啊 这个不很正确 为什么不希望天下的人都平平安安不生病呢 那你医院里头这个突破了四万大关 你的医院这个病人很多 这个难道说这是好事吗 不是好事对不对 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古代 这个药房的门口啊 这个经常就写的这样一幅对联 但愿世间人无病 宁可架上药生辰 横批是天下平安 意思就是说 这个愿天下的人都平平安安 健健康康 不生病 不吃药 宁可自己这个药房里的这个 架子上的药啊 生出了灰尘 也在所不惜 可是现在我们的医院就不同了 朋友们 这个自医疗产业化过后啊 医院这个想方设法的 在病人身上多掠钱 多捞钱 一直捞到病人 这个口袋里的钱没有为止 所以有的人 这个把医院呢 这个说成是医碗 把这个医院的院的旁边 那个左边那个包尔了 去掉 就剩一颗丸子 那么医院叫医碗 人也完了 钱也完了 那么是人才两空 我们说这种情况 又是怎么发生的呢 我们说这个医院呢 一旦失去了公益性 这个摇生变成了企业的话 那么企业精神 那么企业文化就会融入 医院的这个精神文化 不幸我们来看 下面这样一个视频 知道为什么吗 8月9日 四川卢州 富康医院的会议 PPT流传网络 这场会议主题是 2022年下半年营销方案 而PPT的目录赫然写着 怎么让病人长期留下来 怎么让病人给我们排队交钱的表述 这家医院的营销方案 不是就死扶伤 而是趁你病要匿命 该医院甩锅新员工 回应是用词不当 现已离职等等 但这也反映出 在他们眼中 患者是与自身利益挂钩的消费者 而自己只是提供服务的商家 这种畸形医患关系 也不是第一次出现了 2012年 武川市一家医院 也挂出过大横幅 上面写着 请出该院住院病人 突破4万人次 在2021年 深圳市第二人民医院 在网上发布了 热烈祝贺胸外科 2020年度 手数量突破1000台的推文 配图中的医生 白大挂上 披着刺眼的红色缎带 相聚庆祝 还有医院 甚至定好了目标 大概100天 闷着200万 病床超九成 老百姓本来就看病难 看病贵 医患关系也矛盾重重 这些雷人扎眼的标语 就好似开棺材铺的挂着 生意兴隆 裁员广见 医院门口写着 欢迎再来 一样让人气愤 如果是一家普通的企业 在内部营销会上讨论 如何让顾客能够长期购买 我们的产品 排队来交钱 或是庆祝年度业绩大丰收 这也没什么不妥的 但是作为一家医院 要赚钱也可以理解 但作为医生 心里如果想的是 如何利用病人赚更多的钱 那对不起 全国14亿人都不能理解 也不会答应 医术丢了还可以学 医德丢了却没出钱 老百姓生病 为什么长期拖着忍着 表现得这么坚强 因为穷看不起病 而有些人却还在那里研究 怎样让病人长期的留下来 赚那些一辈子 信心苦苦积累的 一点点血汗钱 棺材板 难道你的内心不痛 良心能安吗 如果医生挂念的 不是宁可架上要生辰 但愿是间人无病 而是把患者当作摇钱树 盼着每天克思云来 完全是利于寻心 医义得沦丧 是不是让我们看到 这个医院竟然有营销的方案 请问医院是救死扶伤 这个实行人道主义的地方 医者人心也 这个医院能够把 这个企业的营销机制 引入到医院里头去吗 这简直就是乱了方寸 是不是 医院只摸取 怎样把病人留住 怎样让病人排着队 为自己交钱 他们把患者的自身利益 作为了消费者 而把医院作为提供服务的商家 这难道不是畸形的医患关系吗 是不是我们还看到 医院一旦把企业的文化 引入到医院的实际工作当中 那么他就会追逐利润的最大化 医院的大横幅上 这个竟然写着 庆祝医院病人突破四万大关 而且我们还看到 这个还有这个出现了 庆祝胸外科2020年度 手术突破一千台的这个推文 像这样的推文呢 都拿来这个推荐给广大的人民看 我们说这个 这个胸外科手术 突破了一千台 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 这说明我们这个患心脏病的人很多 是不是 这不是好事吧 那么胸外科的医生呢 还这个身披彩带受到表彰 在医院的还出现了这样的口号 这个大战一百天 门诊两百万 病床超九成 那么这些乱七八糟的口号 都出现在了这个医院的这个推文 和这个医院的门口的这个大幅 这个标语 出现在众人的视野里 简直不可想象 对我自己来讲 这个我只记得 我年轻的时候 刚进场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车间党这部书记 在车间大会上 提出过大战一百天 生产一百台 C620车床 这样的口号 那是工厂啊 那是生产 那是机器 是用于再生产的 这种机床 又不是病人 那么你医院提出这个大战一百天 这个收纳病人两万 这个医院病床超九成 那么这样的口号 它和企业的这种精神啊 这种企业的文化 这个串联在一起了 就完完全全的 这个就是这个医院呢 是产业化的 那么它在生产什么呢 所以说我们以前就听说过 有些这个不良医生啊 把小病治成大病 那没有病的人呢 这个治成了有病的人 把好人的器官割下来 给这个家属看 看这就是坏死的器官 那么这种现象 这种点 恶劣的行为 都在医院发生出了 那么这都是医院产业化 带来的恶果 那么我们老百姓啊 朋友们之间见了面 都说一声多多保重啊 是啊 多多保重 那无论你怎么保重 这个人啊 你年轻的时候 或者这个身体 这个比较瘦弱 比较身体不怎么好的话 也要生病 当然人老了以后 这个各种器官的老化 过后啊 这个也难免 这个会生病 人总是要生病的 那么 那么生了病就要进医院 把你的钱给收光 你一辈子辛辛苦苦的钱 那么都拿到医院里边去 这是不是一个 很不好的结果呢 所以说我在这里啊 大声疾呼 医院产业化 还有没有改 该不该 拨乱反证了 好了朋友们 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儿 谢谢各位观看 再见